哈喽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林松 今天是2019年3月15号星期五 今天呢依然和各位来分享一下关于房价的话题 因为我之前发了几个视频都是关于很多中国房价上涨的原因 包括该不该买房 包括一些房地产投资的话题 比如说在中国在澳大利亚在北京或者是在木马本都有 如果各位小伙伴今天你是第一次看到我的视频的话呢 你可以去看一看我之前的一些视频 可能会对一些我讲的内容有所了解 因为我之前讲了很多关于房价内容 然后呢有很多小伙伴给我留言 他说可能原因不像你说的那样子 他们觉得这个房价的原因呢是多种多样的 比如说他们关于这个中国房价持续上涨的分析呢 包括什么货币超发啦或者说土地供应不足啦 或者是投机啦炒作啦等等 这些道理呢其实看上去啊乍一听之挺有道理的 但是到底是不是货币超发 或到底是不是土地供应不足 导致了这个中国房价的上涨呢 我觉得这些观点呢其实有很多漏洞 所以呢我来分享一下或者分析一下 我觉得这些看似比较有道理的观点的一些局限性吧 首先谈的最多的就是说货币超发到这个房价上涨 其实我觉得呢这是一个伪命题 举个例子啊就是2015年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数据 2015年的2017年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呢 是这个增速呢增幅呢是大幅度下降的 就是降幅将近40% 从这个13.3%降到了8.2% 而房价呢却一路上涨 而且从这几年的数据来看呢 货币超发这种比例呢是下行的 但是房价呢是上行的 所以呢这个明显不符合规律 还有就是这种时候 就是你肯定不能说是这个货币超发导致了房价上涨 对吧 更何况啊中国的货币超发的这个观点呢 也是没有数据支持的 因为从2000年到2016年 我国的这个CPI啊 也就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呢 增长率呢是平均为2.7% 同一时期呢 全世界的这个平均的通货膨胀率 大概在3.8%左右 而我国的平均的这个通货膨胀率 只有这个全世界的三分之二 也就是说我国的这个货币超发的量呢 其实并不严重 比很多其他国家呢都要轻一些 如果有人就是一开口就说货币超发啊 导致了房价上涨 我觉得他是很多 听了很多这个网上一些 所谓的这个各种专家的一些观点吧 但是其实是不靠谱的 而且是人云亦云的 而且就是说 如果是货币超发了导致这个房价上涨啊 但是那你怎么解释 比如说北京呢 只有北京上海深圳的房价上涨 那全国其他比如说这个新疆 西藏的房价就没有那么涨呢 按道理来说 如果是货币超发导致的房价上涨 那全国都应该统以上涨 对吧 所以呢 这个观点呢 是有点站不住脚的 或者说有局限性的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另外一个第二观点啊 就是说 这个 关于这个土地供应不足 导致房价上涨呢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谈一谈 比如说很多三四线的城市啊 这个地方政府为了这个筹集一些资金 所以呢 卖了很多地 土地供应呢 其实是很充足的 但是为什么很多三四线城市的房价还是上涨呢 对吧 还有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说说国外 比如说 比如说美国很多地方啊 包括比如说 纽约啊 或者是说洛杉矶啊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国家 比如说法国啦 巴黎啦 还有很多国家的这个土地呢 其实是私有制的 就是说可以敞开供应 但是为什么城市中性的房价也节节上涨呢 对吧 这都是一些 可以 就是很容易看到的一些例子 这是因为这个决定房价的呢 是位置 而不是土地 土地可以加大供应 但是呢 位置是没有办法供应的 比如说 你想买 比如说北京某个地区的学区房 或者你想买 美国 或者是说澳大利亚 或者加拿大某个地方的学区房 它那个位置就是只有那么多土地 只有那么多房子 所以呢 你不可能说就是加大供应 对吧 供应不了 所以呢 就是很多地方供应不了 所以呢 就没有办法说来 这个房价来 把它给加下来 而且说 就算城市增加供应呢 也是增加一个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工地 对吧 比如说郊区的工地 它这个增加郊区的工地呢 根本没有办法替代城市中心的工地啊 就是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也说过 就是比如说北京海淀区这些城区或者西城区的房价很高 但是呢 你如果你说你想通过在北京的郊区六万以外来增加土地的供应 叫大量供应 想来这个降低这个西城的房价 这明显是不可能的嘛 就是你无论如何增加多少在郊区的工地 也没有办法这个来降低西城的房价 因为西城可能就那么多房子 而且学区就那么多 所以呢 基本上是就是通过工地 或者说因为工地不足导致这个房价这个上涨呢 我觉得也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每个城市市中心的房价都是那么贵 这是很显而见的原因 还有就是我觉得对位置重要性呢 就是不言而喻 买房子嘛 我们都知道一个口诀 对吧 就是说买房子选房子的时候呢 有三个特别重要的因素 哪三个呢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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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国外呢 我们也知道三个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就是其实翻译过来就是位置的意思 好 其实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还有很多人的一个观点啊 就是这个观点可能在网上都占主流了 就是说他们都怪啊 就是说比如说房价上涨呢 是因为这个炒房团带来的 房价是因为炒起来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也很好回答 如果是炒起来的 就是说那房价有炒高的时候 那也会有 比如说他不炒就会有降低的时候 对不对 那比如说 我们之前知道几个城市 比如说温州 还有比如说这个 内蒙的这个奥尔多斯的房价 那曾经呢 都被炒的 就是很高 加上很高 然后呢 也都经历了很大幅度的下降 对吧 就是这个很明显是炒起来的 比如说炒高了 然后呢 有人不炒了就下降了 但是很多大城市的房价 比如说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这样的城市 基本上是持续上涨的 就是很少有这个 回调的时候 即使是在调控之下 比如说北京 上海 现在限购非常非常严格 就是执行可能是全世界 最严厉的限购政策 但是呢 房价依然很坚挺 而且呢 就是 有时候呢 可能会稍微回调远 但是大部分时候呢 是保持坚挺 然后呢 微微上涨的一个情况 因为现在控制的 非常非常严格 都还有微微上涨的情况 如果万一放开的话 你就知道这个上涨的空间 有多大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 这个大城市的房价呢 过去二十年呢 整体都是在保持一个 平稳上升的一个趋势 如果是炒 炒作的话 就是说 比如说它不炒 它应该降下去了嘛 对吧 但是呢 依然没有降下去 所以你就知道 可能很多 比如说 四五线城市 或者是像 二多斯这种城市 可能房价是炒起来的 但是呢 就是像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这样的城市 你不可能说 房价是炒起来的 因为根本就没有回落的时候 那今天就和各位 小伙伴来讲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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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